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規律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愛心戒指 這次會先做出帶有斷帶感的視覺扭轉愛心 再搭配反向交錯陣列的方式完成戒指的設計 一開始我們先用平面搭配細分做出愛心 一開始我們先用平面搭配細分做出愛心 對照參考圖描出愛心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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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再把輪廓對到參考圖的那一圈 然後全選 偏移擠出 鏡像修改齊齊的打勾 然後這邊超出的部分記得關掉剪輯再調整 一場 эп息 我們先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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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問題 接著我們套用鏡像修改器 選這個部分的線,按V把結構分開 再來就是調整出想要的不對稱設計 謝謝 感谢观看 接着分两次把内外的loop各自做成硬边 往上挤出1.5 切出正面的中线 侧面的中线 把正面的中线做成硬边 两侧的边往下降 这边在整体降低 买在另一侧里面 肩脚这边也要做成硬边 肩脚这边也要做成硬边 接着就可以依照参考图 用滑动顶点和调整高低差的方式 做出视觉扭转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i mereka 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重点均 再见 whatnot 意外 学理 有一辣amine 技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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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脚这边有个小技巧 肩脚这边要把中间的顶点往一侧位移 这样就可以做出压缩扭转像是缎带的感觉 用顶点滑动强化压缩感 在整体调整一次高低的变化 感谢观看 然后整体降低边线皱褶做出倒角效果 接着添加阵列修改器 那这种反向交错阵列的效果 需要另外添加空体来辅助计算 所以我们先添加一个空体的纯轴物件 然后直接把空体的缩放比改成-1 再把爱心的正列修改器增加物体偏移的计算 这样就可以做出反向的正列了 然后我们在Y轴移动空体 在正列修改器调整X轴正列的距离 完成反向交错的正列效果 也可以视情况回头调整爱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着就是增加正列的数量延伸长度 然后我们用曲线源和曲线修改器 完成戒指 反正做9 方案新添加曲线修改器 目标是刚刚的曲线源 继续增加正列的数量 不过数量要维持双数 那通常最后都会这样差一点点 这种差一点点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用缩放调整 不过这次因为有加上空体的辅助 所以不能只缩放爱心 要记得复选到空体跟爱心一起缩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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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点变形 再回头调整一下爱心好了 开启曲线修改器的效果显示 可以更直觉的调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这次用第二种的玫瑰金 这次的HDI是这张 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接着来看Render的结果 OK Render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 加入Bender珠宝3D设计的行列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ender Cloud 既支持B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